刚刚过去的片头20秒呢 就是本套课中我们要做的主要内容 和学的新软件Blender 真的好久不见 大家还好吗 夏天就要来了 我也带着新的课程回归了 过去的一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的业余时间 其实都在准备这套课程 这一年多没有更新 说不焦虑肯定是假的 但是Curt Tips这个频道呢 还是增加了7万多的新关注 这其实给了我一点宽慰 就是好的课程 它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去吸引和影响更多的人 我其实没法预测 咱们这个频道还有多少人在看 但是我能做的 就是把每一门课讲好 去做我心目中的好课程 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 他不光要基础扎实 他更应该知道 就是在学生的什么阶段 去提供什么难度和信息密度的知识 关于这一年我发生的事情呢 我们后面找机会再聊 现在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套课的特色 我也希望这是你心目中期待的 Blender入闻课 Blender是个开源的3D软件 它的优点现在已经不光是免费了 它非常的好用 现在的Blender 已经是很多个人艺术家 和中小工作室的首选3D软件 我相信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加上Blender开源这么多年 它形成了一个规模效应 Blender它只会越来越好用 你看我自己转过来了 我都用个人形容告诉你 我是不是真的很看好 这个软件的未来了 刚刚我展示的那些片段呢 都是用Blender来做的 我觉得无论你有没有过3D软件基础 你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来学下这个软件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我这道课的特色的话 那就是界势 解构和基本 第一个 界势入门 就是你不要想着速成 一杯老是巴叫的 在那一堆基础课里面干熬 你那个三分钟热度是有限资源 咱们先界势起步把它利用好 我要缩短你从入门 到得到实战反馈的这个时间 你先跟着我学半小时的基础课 我就带着你做第一个作品 还没学见某没关系 搭进木总会吧 咱们就用类置这些方块 球体打造一个珍珠耳环的少女 我带着你走一遍 从建模 博光 材质 渲染的一个全流程 有了一个全局的掌控感的话 你才对自己更有信心 我们经常说的稳扎 稳打哈 不光是让你基础牢固 其实早点获得成就感和信心 才是你学下去的基石 第二个 解构目标 就是软件工具的这种技术 你遇到的最大的难题 其实不是什么复杂的概念 要你去理解 而是你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恐惧跟拖延症 我还是希望大家尽量能够轻松一点 就比如这些复杂的模型 还有这些密码的材质节点 你大凡是一个正常人 你看了都会血压身高 这很正常 因为我们对一个任务的恐惧 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清晰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现在看了这么多复杂的模型 其实只要学会10个建模操作 5个辅助工具 跟11个常用修改器 你就可以做了 那如果我再告诉你 咱们这个场景的12个模型 正好可以cover这26个知识点 咱们就可以一边建模 一边搭场景 还能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学到 当我们把学会建模 这个复杂的目标 变成12个简单的小模型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学材质也是这样 就是你不要去跟那上百个节点去死磕 我就教你10个节点 你就跟着我把这十几个石头给做完 你的目标呢 就是去理解这10个节点 死机硬背也行了 反正你学完之后 无论是这种材质还是这种材质 你都可以轻松驾驭 这还不够用吗 所以当你拖延症的时候 或者你害怕的时候 你就把你恐惧的东西写下来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解构成一些 比较简单的小目标 这样你不就学会了吗 如果你自己理不清的话 老师来帮你理清 第三个回归基本 就是内容要小而进 不要事无巨细 我不会一个按钮 一个按钮跟你讲的 这套课我教的都是最基本的 就是网络时代的学习 不是让你给我寄死了 不要忘 而是看你的产出 学完就忘太正常了 你把基本的东西给抓住了 细节的部分了 你忘了你再找视频看一下不就行了吗 不要在不值得的地方跟自己较劲 最简单和最基本的东西有望可以帮你克服艰难险阻 这三个特色也是我自己个人对软件工具类这种学科的一些学习经验 你在其他地方未必能听到 整套课也是按照这个基础思维模型去架构的 本套课程分成7个章节 我会先放出来基础篇跟建模篇 后面的章节我会尽量在一个月左右把它更新完 课程的附件我会放到描述或者评论里 大家可以自由下载 如果你觉得有收获 你就点赞收藏三连支持一下 或者你可以在心里给我默默写一张下次一定的支票 你还来跟我学 最后呢就希望这套课真的能够帮助到你 或者说帮你解决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上课吧